你看,你说的四个模式是在这里 脉冲模式里边的 这一个是脉冲 这一个是单点 这一个是连续 那我们先要讲的是脉冲 脉冲的话分两个 一个就是说 我们开机基本上都会显示 脉宽是3.0 那这个间隔 这个值是间隔时间2.0 那我先从2.0起 功率的话我们随便调一个 稍微数字大一点点就行了 那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是 现在间隔很小 它点鱼点的间隔时间太小的时候 会连成线 这个就形成一个超脉冲 这个超脉冲的话 下面一定不能有任何的东西 这个能量不是很强 因为脉宽并不大 那如果说我现在 这个任何东西不动变 比方说我把这个调上来了 我也是随便调一个 那这时候它能量就会变得 很厉害了 这变得很厉害 所以我们要控制的东西 是这一个和这一个 那另外这一个很重要的 这一个就是说超脉冲 因为超脉冲的话 它可以调的东西比较多 然后现在我把它调成一个间隔脉冲 什么叫间隔脉冲 就是它数字越大 那么它会形成一个点与点 能可见性的 我先带调到这一个工作 好 那我们用均衡一样的速度 这时候它并不是跟这个一样了 而是说它会是一点一点的 是吧 它会是一点一点的 这种点状的 OK 那这种就是间隔脉冲所输出的方式 那再有的话呢 它可以调的更大 最大的话是100 更重 那这时候我们用均衡一样的时间 但是它的点会更稀了 所以它的间隔会更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到 它间隔会更大 这样子对于不熟练的人 可以更加可控性 更强 所以这是间隔脉冲 那么一分钟 就会更加可控性 这个东西 那么多了 这样子就会更加可控性